杭州西湖景区车辆禁止进驻 一般游客只能挥汗走路 但这位老兄不一样 轻轻松松逛完所有景点 还拍影片PO上网路 原来他的座驾是一部电动轮椅 最近有一批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 解锁了一种全新的出行方式 这位人不仅不用出力 还能够坐着休息 四肢健全的年轻人 却迷上原本设计给身杖人士 或引法族使用的轮椅 大陆媒体会关注 是因为这已经不是个案 不但网路上有人开着它逛街散步 甚至直接开去上班 今年上半年 一家网购平台上的电动轮椅销量 就增长了60% 根据调查 电动轮椅能够得到年轻人青睐 是因为它最高时速6公里 相当于成年人小跑步的速度 而且改装大容量电池后 续航力可以达到60公里 更别说 有的厂商还会附加小桌板 按摩坐垫等配备 大陆媒体分析 这股电动轮椅新话题 是因为7月1号开始 大陆针对电动摩托车 祭出严格的新规定 才让迫切想要交通工具的年轻人 把脑筋动到轮椅上去 几经争论 大陆法界人士认定 只要不占用身心障碍资源 开电动轮椅不算违法 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David H.N.张志明 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